闺蜜出车祸住院,让我帮她回家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结果我一进屋,就被她割荡成了变态小偷 只见一个锁猴,差点要了我的狗命 我气炸了,脏话都已经飙到了嘴边 却在转身看到她时,硬生生吞了回去 一是因为她的脸很帅 二是因为她没穿外面的衣服裤子 她还有腹肌,腿也很长 浑身散发着男性的阳刚气息 连头发丝都长在我的什么点上 我红了脸,想要别开视线 眼睛却好像突然不受我控制了 她从柜子里拿出衣服裤子穿上 然后问我,你来帮晶晶拿衣服 她怎么了?车祸住院 她哥眉头一皱,我以为急了 结果她说,没给我打电话 看来是不严重,而且她全责 猜得好准 她又问我,你怎么来的?打车 那我送你回医院,顺便看看我妹妹 顺便看看 你俩之间的亲情这么淡薄吗? 事实证明,顺便看看 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的 闺蜜她哥真的就看了一眼,确认闺蜜没大事 然后就走了,把闺蜜气得够呛 我要给我爸妈打电话 跟他们说,庄之白这个混蛋又欺负我了 这一场串话里,我只听到了她哥的名字 并且迅速询问,你哥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啊? 闺蜜不经大脑地回答完 然后才反应过来,你不会是看上我哥了吧? 她哥那么帅,刚才还单手开大G 我怎么可能不看上? 本来来医院的路上我就想主动撩一撩 但她哥不是在接电话,就是再回信息 我都没有找到说话的机会 你哥没女朋友吧? 闺蜜,女朋友是没有 但我哥是千年铁树,还是不会开花的那种 你别白费力气 不试试怎么知道 说不定我能让铁树开花呢 闺蜜不信,还跟我打赌 如果她输了,就表演倒立洗头 这么狠的赌注让我有点担心 自己可能要跪舔三年 第一次约庄之白吃饭失败了 她说周末要加班 第二次约饭也失败了 她说晚上要见客户 第三次想约看电影 闺蜜直接泼冷水 她会在电影院睡着 我郁闷了一会儿 然后决定认清事实 你哥要么真是铁树,要么就是对我毫无感觉 要不然,是投猪也该反应过来 女孩子这么主动,肯定是看上她了 闺蜜却说 那也未必,真的毫无感觉 我哥应该会直接拒绝的 可能因为我跟你是朋友 得了吧 她做事从来不看我的面子 哦,那我再试试 闺蜜不仅支持我再试试 还给我支招 她说加班 那你就说加完了吃夜宵 她说约了客户 那你就问她 见完客户想不想见你 至于看电影 这个真算了 上次我们全家去看 她从头睡到尾 其实闺蜜说的这些 我都会 她大概忘了 怎么聊男人 还是我教她的 换做别人 我早就用上聊男365事了 但庄之白是她的哥哥 算是熟人 我怕聊得太过 万一最后没成 那真是又丢脸又尴尬 不过现在她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无所顾忌 直接开大 第四次 我约庄之白一起泡温泉 她问几个人 就你跟我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 我以为她又要拒绝 都想好了 下一步怎么说 她却干脆利落地 回了我一个字 好 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的意图 表达得很明显了 是个成年人都懂 可到了温泉池里 庄之白离我一米多远 我伸手都够不到的那种 而且她还一直在接电话 没完没了地说工作 我往她那边挪了挪 故意用脚尖 蹭了下她的小腿 她看了我一眼 没有惊讶 没有厌烦 我直觉这人的段位 可能比我高 但是已至此 只能先聊为敬 我的脚尖更加放肆 一路从她的小腿往上 越过膝盖后 她微微俯身 扣住我的腿弯 将我整个人往前拉 温泉池水一圈 又一圈地荡漾 我扑进了她怀里 别乱碰 她在我耳边低声警告 嗨 跟我玩疫情故纵呢 我直接亲了她 接吻的过程中 我更加确认 庄之白的段位 绝对比我高 她的吻技实在太好了 让我沉迷其中 想要更多 可这个时候 我的电话也响了 我假装没听到 庄之白却扣住我的肩头 将我稍稍推远 又朝着我的手机 抬了抬下巴 你有电话 不接 她看了眼屏幕上的备注 你妈打来的 我本来还在心里痛骂 每个杀千刀的挑 这种时候打断我的好事 居然是我亲妈 我只好放开庄之白 转头拿起手机 声音里充满了哀怨 妈 怎么了 桑桑你快回来 你爸进医院了 怎么回事 抓小偷从阳台摔下来了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样 要不是庄之白眼疾手快 我的手机就直接滑落掉水里了 她懒着我往岸上走去 声音沉沦 别慌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到了更衣室 我手抖得怎么都扣不好内衣 因为来之前存了别的心思 所以特意定的情侣更衣室 庄之白就在隔壁 她大概是猜到了我的现状 换好衣服后 敲了敲隔板问 你能自己穿吗 我不能 我手脚都是发软的 但我不能 她难道还能过来帮我穿吗 她还真来了 庄之白这个人 总能在特别羞耻的场景里 一派淡定 面对衣衫不整的我 她的眼神很郁 带着极强的侵略性 一寸一寸从上至下看我 让我如同被失了定身术一般 无法动弹 但她手上的动作却干脆利落 很快就帮我穿好了衣服 从泡温泉的地方到医院 二十多分钟的路程 她只用了十五分钟 车子停稳 我俩各自从一边下车 她人高腿长 走了没几步 就跟我甩开了距离 不知情的人见了 还以为出事的不是我亲爹 而是她亲爹 我正准备小跑着跟上去 装之白却停下脚步回头 还朝我伸出了手 如果在半个小时前 她对我这么体贴主动 我一定嘎嘎乐 现在却觉得 她只是在怜悯我 或许还在心里觉得 我是个遇到点事 就没有主心骨的废物 不过没关系 爱上一个人 就是从心生怜悯开始的 我跟她手牵手 往病房走去 虽然这种时候 还想着情情爱爱 有点大逆不到 但我觉得我的亲爹 一定能体谅我 五分钟后 算了 别体谅了 我以为从阳台上掉下来 肯定很严重 不死也得进ICU 结果那阳台是一楼的阳台 我爸帮邻居抓小偷的时候 还不忘甩帅 然后脚底打滑 一头栽在了草坪上 她的头上确实受伤了 被小狮子磕破了一个口子 再迟一点送医院 就要自动愈合的那种 我妈很尴尬 搓着手干笑着跟我解释 是物业在电话里没说清楚 邻居又全家出动 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我约了庄之白四次 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机会 结果被我亲爹亲妈破坏了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可能是太尴尬 也可能是太爱怨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 我把头往车窗上依靠 浑身上下散发着 我是苦情与主的气息 闺蜜还在微信上问我 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除了以下六点 无话可说 庄之白把我送到家之后 提醒我记得洗澡 刚才太着急 只是随便冲了一下 压根没洗干净 我郁闷地看着她 想说什么 又觉得还是闭嘴更合适 有些气氛断了 再想要继续就变胃了 我点点头 下了她的车 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里 两天后 闺蜜出院 打电话叫我去接 我问 你哥呢 怎么不叫他接你 他出差了 哦 闺蜜立刻听出了我的失落 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我哥拒绝你了 没 但也差不多 自己那天都主动亲他了 他要是对自己也有意思 不会在之后 一条信息都不发 我不得不承认 千年铁术确实比自己的头更铁 你哥我实在聊不动 我认输 那不行 我这几天还锻炼了倒立洗头 你怎么能认输 从未见过 有人如此迫切地 想要表演倒立洗头 闺蜜随即又说道 你等着 我去帮你打探一下 不等我回复 电话就挂断了 我心想 事情也不会有什么转机 那天装置白 之所以跟我去泡温泉 还跟我接吻 应该是抱着送上门的便宜 不占白不占的形态 然而 两分钟后 闺蜜甩给我一张 他和他哥的聊天截图 闺蜜 你对我朋友到底几个意思 庄之白 闺蜜 你要是不喜欢 就直接拒绝 不要吊着他 庄之白 我在你眼里是那种人 闺蜜 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庄之白 我没吊着他 闺蜜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后面庄之白就没回了 闺蜜说 他哥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对我也有意思 我 呵呵 千年铁术的有意思 果然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决定跟他再来一个回合 要是这次还拿不下 那我就先滚没劲 庄之白 出差回来的那天 闺蜜及时通知了我 然后我立刻给庄之白发微信 上次你送我去医院看我吧 还没有谢你呢 我请你吃饭吧 庄之白 好 我正准备把餐厅位置发过去 他又发来一句 来我家吃 我可不会做饭 庄之白 出差很累 想先回去睡一觉 你去超市买食材 等我睡醒了 我做饭 我很想提醒他 我请客谢他 去他家 他来做饭很不合适 但是这个诱惑太大了 就算不合适 我也得装傻 很快我就收到了 庄之白发来的家里位置 跟上次去给闺蜜拿衣服的 不是一个地方 我反手就转发给闺蜜 询问这是哪里 闺蜜 这是我哥在外面单独住的房子 你怎么知道哪里 我怎么知道的已经不重要了 我现在只想立刻去超市买好食材 然后飞奔过去 买菜的时候 庄之白把家里的大门密码发了过来 他说怕自己待会睡得太死 听不到我按门铃 这代表什么 用脚趾头都能猜得到啊 我他妈直接乱满一通 火速冲到了他家 如他所说 他确实睡得很死 我进门的声音一点没吵到他 我放下东西 轻手轻脚进了他的卧室 里面开着一盏光线昏黄暗淡的B灯 将气氛烘托得十分暧昧 庄之白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睡着 他没穿上衣 两条有力的手臂露在外面 顺带露出了一点胸肌 这画面实在太郁了 我有些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 趁人睡觉夺人清白 这好像有点不厚道吧 再者 我毕竟是女孩子 羞耻心挺重的 犹豫了两秒 我准备后退 可庄之白这时 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犀利的眼神 直接把我钉在了原地 那个 菜我买来了 我没话找话 他点点头 又看了眼床头柜上的企鹅小闹钟 然后说 还早 先陪我睡一觉 陪 陪睡 他说完 起身拉住我的手腕 一个用力就把我扯到床上 我变成了一个抱枕 被庄之白完全圈在怀里 他跟第一次见面一样 全身只穿了一条内裤 我在男性荷尔蒙的包围圈中 昏昏沉沉地思考着一个问题 这算是耍流氓吧 为了不吃亏 我也得耍流氓回去 在我乱摸了一阵 把不该蹭的地方蹭了几次之后 庄之白在我耳边轻笑了声 我瞬间满脸通红 仰头瞪着他 你笑什么 笑你猴急 是你先把我拉上床的 那你也要给我点时间 让我先睡一觉 顿了顿 他又故意用胡扎蹭我的鹅脚 等吃完饭我再发灰 包你满意 他果然知道我想干什么 可他凭什么认为 一次又一次地戏弄我之后 我还会乖乖听话 我一把推开了他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了 庄之白愣了愣 跟着我一起坐起来 我没管他 下床后飞快往外走 但他有腿长优势 追到门口就把我拦住了 我一脸紧闭地盯着他 怎么 难道还想对我用墙 庄之白 他看上去有点烦躁 左右看了看 然后才说 菜都买好了 吃了饭再走吧 不聊 那出去吃 他说完就回屋里穿衣服了 有我一个人在原地凌乱 其实我只是想让他 也尝一尝忽冷忽热的滋味 谁让他那么坏 等到他穿好衣服出来 我又说 外面的吃腻了 不想去 他连一秒的犹豫都没有 转头就进了厨房 我跟了过去 靠在厨房门框上 看他洗菜做饭 帅哥无论做什么 都是赏心悦目的 等到三菜一趟做好 我已经完全忘了 吃饭吃到一半 我还问他 我以后还能来蹭饭吗 装置白 我很少下厨 我眼里的光顿时暗了下去 他又意味深长道 你想吃的话 我可以勉强多下厨几次 真的勉强吗 我怎么从中品出了一种 男朋友宠女朋友的意味 应该不是我自作多情吧 吃完了饭 装置白又说要去倒垃圾 问我要不要一起走走饭后消食 我觉得我那满脑子的黄色废料 确实需要轻倒一下 可我俩刚开始散步 手都还没牵上 他爸妈就出现了 桑桑 你怎么跟大白在一起 扑 大白 面对装爸装妈疑惑的眼神 我憋着笑 飞快转动脑子找理由 想了半天没想到合适的 我干脆转头 看着装置白 把烫手山芋甩给了他 装置白 你们的好女儿 担心我孤寡一生 所以把她的好闺蜜 介绍给我了 装爸装妈 他们只是好久没见儿子了 想来看一眼 没想到 儿子突然有女朋友了 为了而媳妇还是熟人 装爸装妈对视了一眼 然后火速闪人 我 装置白说要送我回家 被我拒绝了 我问他 刚才你跟你爸妈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装置白 不是你说 要让我这棵千年铁树开花 我真是信了装置静的邪 他把他跟装置白的聊天记录甩给我 又把我跟他说的话 告诉装置白 两头当好人 我干脆破罐子破摔 是我说的 怎么了 不怎么 装置白语气淡淡 我烦死了 他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但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最后这一回合我又完败 我要跟他说 拜拜 下一个更乖 但装置白拉住我 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一朵野花 放在了自己头上 他问我 这样算不算铁树开花 我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已经跟他同处一个被窝 叠在了一起 他发挥的确实很好 我很满意 就是有点累 浑身酸痛又沉溺其中的那种泪 装置白 嗯 你知不知道 我一开始对你是见色起义 这次的身材 我第一眼看到就想跟他贴贴 最亲密的那种 装置白过了好一会儿 才低声悔我 知道 我太累了 整个人昏昏欲睡 说话都变得含糊不清 我直勾钓鱼 你还上钩呀 他好像回了一句什么 但我没听清 反正他这棵铁树开花了 为我开的 那就够了 当我牵着装置白的手 出现在闺蜜面前时 闺蜜一口一个嫂子 我一整个心花怒放 哪里还会跟他计较 表演倒立洗头的事 他爸妈也一直都很喜欢我 他妈却不喜欢装置白 我惊呆了 这么有钱有言的女婿 他们居然不喜欢 除了是我倒追装置白 让他们觉得 装置白不够爱我之外 我妈还说 他太帅太有钱了 我们怕你把握不住 将来婚变的概率很大 我把我爸妈的话 原原本本告诉了装置白 他表示很没难 公司发展势头很好 暂时没有破产的迹象 只有我的脸 总不能亡愁了整罢 我差点笑差气 搂着他一顿猛亲 那你说怎么办 让我先跟你爸妈见一面 就算要判我死刑 也得先给个表现机会 你说呢 就今天怎么样 装置白 你已经跟你爸妈说好了 没 先斩后奏 我们直接去 装置白 关于我未来老婆 给我挖坑这件事 我有以上六点要说 装置白没有跟着我胡闹 他挑了个日子 提前吃回了我爸妈 然后带上一堆礼物 郑重登门 气氛极度严肃的时候 闺蜜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本来不放心 刘装置白一个人 面对我爸妈 但她好像胸有成竹 我就回房间接电话去了 等我出来 早已不翼而飞 笑得嘴角都快里到后脑勺了 难道装置白会魔法 我就接了个电话 他居然就搞定了我爸妈 等到吃完饭 我赶紧拉着装置白出门 问他 你对我爸妈做什么了 装置白哭笑不得 我能对未来岳父母做什么 当然是讨好他们 比如 表一表我对你的忠心 怎么表的 装置白不肯告诉我 任凭我怎么撒娇生气 他都不说 直到后来 我无意中 从闺蜜的手机相册里 看到一张 他们兄妹俩的聊天截图 装置白 我看上你朋友了 闺蜜 你懂的 转账十万 秒收 闺蜜 桑桑喜欢身材好的 我找机会 让你俩单独见面 你别穿衣服 装置白 会不会把我当流氓 闺蜜 我只负责制造机会 你自己搞定后面的事 所以 是他们兄妹俩挖了坑 然后我跳完了 还没滋滋 我拉了个三人群 把截图往群里一发 然后就不说话了 闺蜜 装置白 看看 亲兄妹就是这么有默契 我没有拉黑他们 也随便他们在微信上解释 但我没有回复 与此同时 公司里的一位同事 也对我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装置白找到公司来的那天 正好遇上同事给我送花 99朵玫瑰 他一改往日的淡定做派 几个大步就到了我身边 搂着我的肩膀 向我同事宣示主权 我是桑桑的男朋友 同事干了个大尬 因为他第一次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有男朋友 同事不信 还说我是为了考验他 今天装置白现身 从硬性条件到软性实力 直接全方位碾压 同事彻底死心 大剧车上 我板着脸问装置白 你来干嘛 装置白 找你 我冷笑一声 猎物成功入套 你很有成就感是吧 程桑桑 他忽然很严肃地叫我的全名 然后一字一字说得很清楚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我的猎物 你是我喜欢的人 没看出来 我回他一个大白眼 你对别人忽冷忽热忽近忽远 你管这叫喜欢 我什么时候忽冷忽热了 约你吃饭一直拒绝 约你泡温泉就答应 这如果不是忽冷忽热 那你就是24K纯色胚 装置白的嘴角抽了抽 想要解释 却又好像不知道从哪解释 来之前他妹妹就跟他说了 女人生气的时候 是不讲道理的 你如果试图跟他讲道理 你就死定了 装置白不想死 所以他没有跟我讲道理 他跟我用美男计 如果我有罪 请让法律来制裁我 而不是让这个男人 一而再地用身体诱惑我 然后我还很不争气地 被他诱惑成功了 事后我为了找回面子 嘟着被纹肿了的嘴唇 故意恶狠狠地说 你别忘了 我对你本来就是见色起义 装置白 嗯 我很荣幸 为了出我心里的那口恶气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一直都没给装置白好脸色 他大概是受了我同事的刺激 每天都给我订话 隔壁工卫的女同事羡慕不已 桑桑 你男朋友又帅又有钱 还对你这么好 酸死我了 呵 我男朋友算计人的时候 也是一算一个准呢 不过这些话 我只会在心里吐槽 表面上当然是愉快地 收下他们的羡慕了 又过了半个月 装置白问我 还不能原谅我吗 我猜他是烦了 毕竟他的工作很忙 每天还要抽空来接我下班 我却不给好脸色 是个人都受不了 长时间的热脸贴冷屁股 其实仔细想想 他也没做什么 食恶不赦的事 是我自己没经受住诱惑 断位又低 才会在最开始的时候 一直被他拿捏 反正 现在他被我拿捏了 我觉得 可以适当地给点甜头 熟料 我还没开口 他就先叹了口气 然后悠悠地说 那我在努力努力 什么时候你原谅我了 跟我说一声 我一个没忍住 笑出来了 装置白看着我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见我没躲 他才松口气 把我紧紧抱住 我嘲笑他 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一点都不怕我跑了 怎么不怕 他拿出手机 给我看了他和闺蜜的 完整聊天记录 每次在我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候 他都给闺蜜转账 让闺蜜一定要稳住我 我真是服了 你早点说你喜欢我 说不定我们孩子都有了 装置白 他后来告诉我 其实在很早之前 我刚跟装置镜 成为朋友的时候 有一次他去接装置镜 就见过我了 走路时脚下生风 一啪一笑 都明媚动人 后来他又从装置镜的嘴里 听说了我的很多事 对我充满好奇 得知我没有男朋友 就计划着想要把我站为己有 我太得意了 如果我有尾巴的话 现在肯定欢快地摇了起来 我问他 是不是我什么都不用做 就站在那里 对你勾勾手指 你就会成为我的裙下沉 嗯 妈的 打直球的男人 谁能不爱 我不管了 我现在就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翻身做主把歌唱之后 我的每一天都冒着甜蜜泡泡 装置白除了在工作上忙了点 其他方面 简直是24校好男友 但我还是很想知道 那天我去接电话 他到底说了什么 能让我爸妈的态度 前后180度大转变 所谓的表忠心 肯定是忽悠我的 我爸妈又不是白痴 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直到装置白 给我看了一份文件 不 确切地说是婚前协议 白纸黑字写明 他的财产 无论婚前婚后 都跟我共享 如果不是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 不可能带着这样的东西上门 所以我爸妈当场就被说服了 我也被说服了 很庆幸 这个世上有一个人爱我如同爱他自己 但我何德何能 要他一半财产 做人泰国贪得无厌 是会遭天打雷劈的 装置白现在满心满眼都是我 觉得跟我共享财产没什么 但他父母如果知道这事 会怎么想我 我没有在那份文件上签字 装置白也没有勉强我 结果 隔天闺蜜就找来了 让我赶紧签字 不要错过这个报复的机会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哥有多少钱 绝对不是三块五块 你签了字 不会吃亏的 我好笑地看着他 你虽然是我闺蜜 但那是你亲哥 闺蜜 如果你觉得太多了 你可以在拿到钱之后 分我一半 他当然是跟我开玩笑的 然后闺蜜还告诉我 他哥真的看上我很久很久了 之前 他也一直找机会 想要介绍我俩认识 甚至试探过我的口风 但我当时说的是 没时间陪我的我才不要 谈恋爱就要有时间 腻腻歪歪 那时候装置白的公司刚起步 他太忙了 根本没时间谈恋爱 其实现在他也依旧很忙 但他所有闲暇的时间 都用来陪我了 闺蜜 你不知道我憋得多辛苦 还要在你面前演戏 我都觉得奥斯卡 欠我一座小金人 小金人大金人什么的 暂且放在一边 我一本正经地问闺蜜 倒立喜头这是 你来表演 风太大我听不清 你跑了没关系 你哥跑不了 晚上装置白加班 我闲着无聊 就敲咪咪地去了他公司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可以不查岗对象 但不能突然查岗对象 这步 装置白跟一个美女 大晚上的单独相处 被我撞了正正 而且美女好像不知道 我和装置白的关系 查里查气地问 置白这是你的秘书吗 怎么一点都不懂事 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 你见过哪个秘书 穿居家服上班的 装置白想解释 被我一个眼神阻止了 然后我顺着美女的心思 开始了角色扮演 装总 今天的工作都完成了 我可以下班了吗 装置白 那位美女看了我一眼 我立马很懂事地后退了一步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装置白闭了闭眼 又深吸一口气 在我转身走出三步后 他开口 桑桑 我背挤一僵 故作惊恐地回头 眼神在他和那位美女之间 慌乱地流转 一时间 整个办公室都弥漫着一种 老板和秘书有一腿的暧昧气息 装置白头疼地揉着鹅脚 对我招招手 过来 装总 我演得起劲 装置白忍无可忍 直接起身来到我身边 抬手在我头上轻轻敲了一下 别闹了 装总 我没闹啊 旁边的那位美女 已经完全实话了 装置白转头对其解释道 这是我女朋友 对方待至三秒后 火速逃离现场 我看着门口的方向 默默地叹了口气 大晚上的找点乐子容易吗 我哀怨地回头 对上装置白满是玩味的眼神 他问我 好玩吗 我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降临 还继续跟他玩角色扮演 装总说好玩就好玩 我听装总的 嗯 装置白伸手把我揽入怀里 微笑着露出了狐狸尾巴 既然你喜欢玩办公室类 那我一定奉陪到底 我是被装置白抱着离开他的公司的 整个人奄奄一息 好似被囚禁蹂躏后 刚解救出来 也确实被蹂躏了 而装置白吃饱喝足 满面春风 心情好得不得了 把我放在副驾驶座位上时 他还低笑着在我耳边问 下次玩点什么 玩你大眼 我红着眼眶瞪他 禽兽 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 第二天 我和装置白回我家吃饭 整个过程非常融洽和谐 只是临走的时候 我妈把我拉到一边 问我膝盖上的乌青是怎么回事 我直觉我妈可能想歪了什么 连忙解释 是昨天摔地上磕去的 我妈明显不信 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 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 不能男人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真不是 昨天 我妈一脸的我懂你的不好意思 我也是过来人 然后吐槽了句 没看出来小庄是这样的人啊 我实在没想到 我妈这么开明 居然能和我畅聊这方面的事情 膝盖上的伤 确实是我自己走路磕去的 但也不能说 跟装置白完全无关 办公室那啥后 回到家 我都还双腿发软 就贵了 让他背锅也没错了 谁让他说 要跟我玩各种角色扮演 甜蜜的日子里 偶尔也有争吵 但我们很快就会和好 装置白总说 吵赢了我没意思 我想赢他就让我赢 得福如此 人生何求 等等 他还不是我的夫 谈了一年多的恋爱 他从来没有提过结婚的事 他爸妈好像也不急 见了我们从来不催 然后我爸妈急了 私下不止一次问我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我就去问了装置白 他淡定地反问我 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 结婚了就会被催生 你要是做好准备了 我随时可以 他当然随时可以了 撒下种子 后面的事都是我受累 我确实还不想 这么早生孩子 装置白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才一直没提结婚的事 你还小 不着急这些 我白了他一眼 你也才比我大三岁 说的好像比我大很多一样 装置白挑了下眉头 没有多说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 他爸妈不是不着急 而是火力都被他敲敲挡了 所以每次我去他家 都很轻松愉快 既然这样 那我就负责 搞定我爸妈那边 本来我们计划 至少再过一年的二人世界 结果只过了半年 就出意外了 大半个月前 我俩都喝醉了 激情四射时 忘了做措施 后面几天刚好都忙 等想起来时 已经来不及 做补救措施了 我想着 不会一次就中 可装置白 就是这么有能力 看着手中两道杠的验韵棒 我猛了 装置白 见我一直窝在厕所里 不放心地敲了敲门 桑桑 其实我就在门后 他的话音刚落下 我就把门打开了 怎么了 他看我脸色有一样 立刻担心起来 哪里不舒服 我把验韵棒递给他看 他瞄了一眼就懂了 换了衣服 我们去医院 还是那样淡定 就算要当爸爸了 我都没从他脸上 看出一丝激动 我都开始怀疑 他是真的为我考虑 还是他自己不喜欢孩子 直到我们站在车旁 他尴尬地说 忘拿车钥匙了 我扑斥一声笑出来 抬手在他胳膊上拍打了一下 你吓死我了 嗯 我看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以为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庄之白连忙抱住我 亲生解释 那天是我没做好 我怕你生气 那你也是想要孩子的咯 爷 我点点头 有了就留下嘛 刚才他慌乱到 忘了拿车钥匙的样子 让我更加确信 跟他一起孕育一个孩子 应该不会后悔 唯一遗憾的是 怀孕会变胖 如果要在生孩子前 举办婚礼 就不能美美地穿婚纱了 然而 我低估了我未来老公的能力 他直接用金钱 砸开了婚礼的速度 我的肚子还没拢起来 一切就都已经到位了 婚纱按照我的意思 是定制的 婚礼牌面 按照双方父母的意思 备有面 我很纳闷 那你呢 你对婚礼没有要求 装之白笑的温柔 我的要求其实是最难的 新娘只能是你 没有第二选择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丝的情话这么溜 那就祝我们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谢谢你